美国对俄强调 未来核武器谈判必须包括中国 俄罗斯说了句公道话 我们如何回应 美国只能二选一 无论是传统战争还是未来的现代战争 核武器一直都是最后的底牌 目前俄罗斯和美国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核武器国家 为了控制核武器竞赛 双方曾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然而该条约有极大瓦解的风险 因为美国的目光已经聚焦到了中国身上 未来核武器谈判必须包括中国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 美国方面已经向俄罗斯方面通知 希望接下来的所有军控协议都必须包括中国 事实上到2021年2月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到期 美国方面多次讲调要退出该条约 然而俄罗斯却一直积极尝试 将美国留在这个框架之内 因为即美国退出中岛条约后 这是目前美俄两国仅存的主要军控条约 美国退出对俄罗斯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首先美国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大大高于俄罗斯 所以美国想摆脱该条约的束缚 使其发展核武器不受限制 除了战略核武器 美国在近些年还在努力发展 可用于常规战争的低档量的核武器 美国的田纳西号核潜艇 已经装上了这张低档量的核武器 极大的增加了核战争的风险 其次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远远小于美国 俄罗斯难以承受长期的核竞争带来的高昂代价 而美国凭借经济实力将保持核武库数量的优势 美媒报道指出 一旦该条约失效 冷战后建立起来的军备控制制度将会被埋葬 全球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后果 也是世界所不能承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还想把我们也拖下水 但是美国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 一个是已经发展起来最强大的军事国家 一个是军备发展还在补克的国家 是不能在一个水平线上制裁军备的 据外界猜测 中国约有300枚核弹头数量 而美俄早已有数千枚核弹头数量 这种谈判本质就是不公平的 对此俄罗斯人也说了句公道话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黎阿布科夫指出 完全能理解中国不参加该条约的理由 因为在核力量方面 中国的闲力源落后于美俄 俄罗斯尊重他们的决定 而我们对于美国人的做法 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此前官方就曾回应称 美方是想把中国的核力量 谈到美国的水平 还是想把自己的核力量 削减到中国的水平 简言之 美国只能二选一 否则就免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